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阳光洒在阿祖法家简陋的屋舍前 本应是宁静祥和的氛围 却被一个不速之客彻底打破 杰斯 这个带着复杂过往与隐秘心思的男人 突兀地出现在阿祖法的生活里 搅起了一滩浑水 让原本就波折不断的日子 欲发显得波绝云归 从杰斯现身的那一刻起 阿祖法的怒火便被瞬间点燃 那愤怒如同熊熊燃烧的烈焰 从眼底直窜而出 他太清楚杰斯此番前来的目的了 所谓复合的意图 在他看来 不过是这个男人一厢情愿 自私自利地盘算罢了 曾经被深深伤害的过往 那些在婚姻里独自咽下的委屈 遭受的冷漠与不公 如同噩梦般反复纠缠 使得他对杰斯只剩满心的厌恶与抵触 看见他的身影 便想触碰到了心底最敏感 最疼痛的伤疤 情绪失控也在所难免 眼见阿祖法如同刺猬般竖起浑身尖刺 巨人于千里之外 杰斯无奈之下 只得把目光转向一旁 懵懂天真的凯撒 他深知孩子是阿祖法的软肋 若是能赢得凯撒的亲近与认可 或许能成为打破眼前僵局 软化阿祖法态度的敲门转 他满脸对笑 蹲下身 试图用温柔且轻易的语调 唤醒凯撒心底那份血缘亲情 宝贝 我是你爸爸呀 亲生爸爸 话语见 满是急切与期待 仿佛这样简单的一句宣告 就能弥补多年来的缺席与亏欠 阿祖法健壮 眉头紧锁 犀利的质问起来 你什么时候和康德妈妈关系这么好了 是不是他告诉你我的事 还有住的地方 别在这装糊涂 我可不傻 那眼神犹如两把利刃 直直刺向杰斯 试图拨开他看似无辜的表象 探寻背后隐藏的真相 杰斯赶忙摆手 失口否认 脸上还挤出几分委屈的神情 解释道 我真就是一直惦记着你们母女俩呀 前段时间 我还特地跑去找你以前在城里住的地方 费了好大劲 四处打听 寻寻秘密 才好不容易找到这儿的 哪有什么别人通风报信呢 可他那闪烁不定的眼神 微微颤抖的声音 早已泄露了心虚的秘密 阿祖法又怎会清醒他这漏洞百出的谎言 阿祖法心中跟明镜似的 深知康特妈妈的小算盘打得霹雳啪啦响 那老胎婆 一心害怕阿祖法与康特旧情复燃 为了斩断这隐患 先是不择手段地将阿祖法赶走 而后又马不停蹄地搬来劫死这枚棋子 企图给康特另一星期 好让一切按照他的意愿发展 牢牢把控住局面 这一般算计 环环相扣 步步为盈 实在是精明地让人胆寒 你没全力来看女儿 阿祖法提高了音量 情绪愈发激动 言辞诸连珠炮般清泄而出 凯撒还那么小 我们流离失所 四处漂泊的时候 你在哪里 他生病难受 忽闹着要爸爸的时候 你又在哪里 这些年 你在他身上花过几个钱 你根本就没尽到一个父亲该尽的责任 一丝一毫都没有 我现在完全有权力赶你走 别在这纠缠不清 每一个字都包含着多年积攒的怨分与心酸 是一位母亲为孩子讨公道的呐喊 也是对杰斯失职行为的无情控诉 面对这一般指责 杰斯像是双打的茄子 粘了下去 嘴唇微微抖动 却愣是一个字也反驳不出 往昔他犯下的过错 那些伤害母女俩的装装俭俭 如同沉重的枷锁 牢牢锁住了他的咽喉 让他在愧疚于无言中 只能默默承受阿祖法的怒火 回想起过往 纠葛重重 之前康特外出寻觅阿祖法事 也曾冤家路窄地碰上杰斯 彼时康特因母亲的恶行 自觉理亏 在杰斯面前本就气短三分 而杰斯呢 张着几分理直气壮 竟掏出枪来 做事要对康特动手 那场面剑拔弩张 一触即发 康特无奈 只能强压怒火 默默忍耐 如今康特这边正满心忧虑 心事重重地投身剑方大业 一边想着给阿祖法母子 提供安稳居所 一边又担忧着杰斯 听闻离婚消息后的动向 没成想 担忧成真 杰斯动作迅速 这么快就找上门来献殷勤了 康特如今处境尴尬 虽曾是这个家的男主人 可离婚的事实如同横根在他与阿祖法之间的天前 让他失去了干涉此事的资格 他心里明白 若是自己仍身处原位 杰斯断不敢如此明目张胆地前来骚扰 但凡出现 定会被他毫不留情地扫地出门 然而 命运弄人 此刻即便知晓杰斯的行径 他也只能干着急 徒留满心无奈与酸色 在想象中揣测着阿祖法与杰斯对峙的场景 暗自身伤 不知该如何是好 这场由婚姻 心情与利益交织而成的闹剧 还在继续上演 每个人都深陷其中 被命运的思险千千万万 苦苦挣扎 等待着未知的结局 感谢观看 我 大家可以找到一条 我可以找到一条 所以我找到一条